霍利曾是个农家少女 她为了进入上流社会 来到纽约做江济花 结识各种有钱的男人 并且希望加富豪 霍利在公寓里结识了作家保罗 某天霍利为了躲避追求者 从窗户逃了出去 她在保罗家的窗前 看见一个富婆把小费给了保罗 便离开了 霍利跑进了保罗的家里 跟保罗聊天 她觉得保罗很像自己的弟弟 并亲切地唤她费特 霍利邀请保罗来参加派对 保罗认为她是个有魅力的女人 但是她的经纪人说 她喜欢装枪做事 霍利总是能够从富豪那得到的小费 她每周都要去一趟新兴监狱 为一个老头送上天气预报 由此获得经纪来源 富婆上门找保罗 说最近总是看到公寓楼下有个男人 可能是丈夫盼来监视自己的 为了搞清状况 保罗便下去试探 没想到男人一直跟着她 男人说她是霍利的丈夫 霍利在14岁时 跟弟弟一起在田银里捡垃圾 是自己把她娶回家的 霍利离家出走了 她的弟弟在外服兵役 很快就要回来了 男人说霍利应该跟她回家 请求保罗帮助自己 保罗答应了她 当保罗说出霍利过去的名字时 霍利非常惊讶 他以为弟弟来了 可没想到是自己曾经的丈夫 霍利说那个男人现在不是她的丈夫了 只是她不肯承认现实罢了 霍利不想回去 便让保罗跟着 实际上是要送走丈夫 霍利跟丈夫来到火车站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丈夫挟迫她假如不回去 便给菲特写信 让她多服兵役 霍利感激丈夫过去所做的一切 并且告诉丈夫 她不再是过去那个自己了 最后 含泪送丈夫上了火车 保罗渐渐爱上了霍利 很快 她的书出版了 获得了稿费 她带霍利去心爱的利凡里买珠宝 由于预算有限 保罗给她买了一个金属电话线 获得了可以在银市上刻字的福利 保罗把巧克力的赠品小戒指给了店员 让店员在上面刻下霍利的名字 两个人回家后 度过了美妙的一晚 保罗醒后发现霍利不在身边 这个时候富婆来了 保罗告诉富婆自己拥有了爱情 再也不想做她的午夜牛郎了 富婆开了一张支票给保罗 便离开了她 跟富婆撇清关系后 保罗在图书馆找到了霍利 霍利不冷不热 说自己找到了一个富商 准备嫁过去了 保罗恳求霍利留在自己身边 霍利执意不肯 保罗讽则她拜金 将支票扔给霍利就离开了 没过多久 保罗就在楼梯间遇到霍利和她的金龟旭 霍利看到地上有一封信 打开看竟是弟弟的死讯 他歇斯底里的大哭 乱扔东西 金龟旭以为她发了疯 便找保罗帮忙 事后金龟旭还担忧自己的家庭和名誉 会为此受损 霍利就要离开了 保罗来探望她 两个人在街头漫步 诉说着对未来的期待 回到家后 霍利被警察带走了 警察称霍利涉毒 原来他每个星期去监狱探望的老头 是贩毒成员 霍利什么也不知情 还是被拘留了 保罗请霍利的经纪人帮忙 经纪人给了他保湿金 便让保罗帮他收拾行李 带他出狱 霍利出来后 保罗接他去酒店避难 霍利却称 自己要坐飞机去巴西 嫁给巴西总统 保罗向霍利真情告白 让他留在自己身边 霍利说自己不属于任何人 他将保罗从家里带出来的猫咪 扔在雨中 保罗非常失望 将求婚戒指甩给他就走了 霍利追悔莫及 他下车寻找那只 被他遗忘的猫咪 终于他找到了 将它紧紧地拥在怀里 保罗跟霍利在雨中相拥 霍利找回了最初的自己 其实霍利并非身在繁荣 而是世俗的浮华 阻挡了他真正的自由 霍利自杰的自质 在并非身边团的